我們不只幫人洗衣服 還幫人洗掉人生裡面的誤會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他們是真的阿飄 真的飄 你做那麼多年了 怎麼會現在才看得到 你的很神的仙虎 你去找他看看 請問是盟女長 所以驅鬼拔除仙虎令 他們也是你帶來了 你還真是卡得有點多 不會 所以你也看得到 那你就一定能夠保護警覺 會跟著你 不是要找你幫忙 就能找你尋仇囉 到底想告訴你 那要怎麼解釋 想慢慢找出來 到底是誰要殺他囉 要跟你說幾百次 這世界上沒有鬼了 那都是你心裡音色 是幻覺 警察 有幾個問題要問你 你到底怎麼回事 我好像不認識你了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事關人命的 你是我的命根子 我才有命根子吧 我受不了了 我還沒到啊 我還沒到啊 你要知道你們這種凶殺類的 真的是很麻煩的 那哪一類都不麻煩 愛情類啊 親情類啊都很溫馨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響世界 我是張凱英 今夏最猛 暑假最殺的國片 青田街一號來了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 李忠導演為我們分享 導演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青田街一號導演李忠 嗯 導演這是你人生中的 第一部劇情長片 就沒想到就玩這麼大 所以導演剛剛也說了 其實你走創作 一定脫不了 跟父親有關係嘛 但是青田街事實上沒有一號 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劇本是 這個原創劇本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我們從名字講好了 就是青田街一號 因為我們家是在那附近啊 就是康青樓那一帶 但沒有住到那個附近去 青田街一號是一個很小清新的地名 就是你一聽到青田街一號 就會想到咖啡館 對 想到那個人文氣息 對 所以我們就要再用這麼一個 清新的名字做一件 最充滿 暴力的一個 一個殺手代號 對 懸疑的一個 一個名字 所以希望製造一些反差 那青田街一號是我們角色的 主角的代號嘛 所以其實故事也是從這個角色 原始的故事構想 就是從這樣一個殺手 去出發的 所以你從以前 就已經這麼想要寫一個 有關殺手的故事嗎 我滿喜歡推野小說的 所以其實 推野小說裡面 就一定會有偵探 會有殺手 但我常常會覺得 小說比較少 以殺手當作是主角 他通常都是 被警察抓的壞人嘛 嗯 那我就一直想要嘗試 以殺手當作主角 就能不能讓 讀者在同情這個角色 因為殺人這件事情 很難被同情 我能不能讓 能不能創造一個殺手角色 是能夠被同情的 嗯 所以於是一個殺手 他看見 他殺死的人的鬼魂 回來找他 他感到非常困擾 這件事情就這樣產生了 是 可是台版的殺手片 是不是不約而同 就會變成喜劇片 當初就已經有想好 這樣的設定嗎 其實沒有想到這樣的設定 可是我一開始寫劇本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見鬼這個設定 本身就 有點有趣 它有點荒 荒謬 嗯 就是這個情境本身很有趣 因為看到鬼會有什麼反應 就是一般人看到鬼的反應 殺手看到鬼的反應 我相信再厲害的殺手 都是會被嚇到 是 當殺手看到鬼的時候 就跟一般人一樣 是 那這一刻你就蠻能夠同情這個殺手 不管你自己有沒有當過殺手 你都會同情他的處境 於是 其實從殺手見鬼開始 他就變成一個 有點一路是喜劇的狀態 嗯 因為一個一般人去見鬼 然後他去求神問補 他要嘛就是恐怖片 輕鬆片 要嘛其實就是個喜劇 他是一個很 很荒謬的處境 對 所以這真是一個很少見的類型 國片的類型 你看剛剛說了有懸疑 然後有黑色喜劇 但是沒有想到還有動作武打的部分 因為殺手片當然就是會有動作武打 對 但是比重其實佔的還蠻多的 後來看看其實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所以要不要先幫我們介紹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故事 再多說一點 嗯 殺手見鬼我們剛剛講 他一開始的設定就是這樣子嘛 於是見鬼怎麼辦呢 他就去找了一個靈媒 然後幫他去鬼 那在去鬼的過程中 其實他也在找到自己的人性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殺手 殺人的殺手 慢慢在尋找人性的過程 透過靈媒幫他除鬼的過程 去找到他自己的人性 所以鬼其實他也有一些這樣的符號在裡面 他可能代表的是殺手的良心 所以其實殺手跟鬼這東西 其實他是有一個 有點像是現代的都市語言 嗯 但是角色其實塑造的也蠻飽滿的對不對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你 策劃了這幾個主要的角色 他們是什麼樣子的背景 好啊 《青田街號》就是我們殺手 我們從殺手開始 他是一個 我們後來的設定就加 因為其實故事設定 跟後來在螢幕上面呈現的設定 是有點差別的 加入演員自己的調整嘛 所以《青田街號》其實是有一點 他像一個 就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因為他跟阿姑就是他的老闆 訓練殺手的這個老闆娘 他們等於訓練了這一批殺手裡面 他等於是俊養這一批孤兒 把他變成殺手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 他一直就是維持他 他很像一個 長在一個男人的身體裡面的一個孩子 他唯一會做的事情就是殺人 對 所以因為他從小就是知道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要在黨聽上面有什麼責任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在電影裡面 很多很有趣的狀態 其實是來自你看一個這麼大的男人 可是他其實像一個小男孩一樣 去突然間面對 除了殺人被害者跟他的老闆 以外的世界 他如何去處理它 是非常有趣的 再來就是他這個老闆阿姑 阿姑其實是 就是這樣講好 在勞倫斯部落客這個推理小說裡面 他有一個殺手系列 凱樂 凱樂他有一個老闆娘叫Doris 他就是 這是我們那個時候阿姑的藍本 圓形 對圓形 但是Doris在小說裡面從來沒有出現 他就是在電話後面 Doris喜歡喝紅茶 對就是他從來不直接出現 他就把他當作是一個仲介這樣 對 所以Doris我對Doris充滿想像 我就把那個想像移到那個 就是搬到台灣來 然後如果是有一個洗衣店的老闆娘 因為洗衣服嘛 那老闆娘我希望他對他自己 就是他有點神秘感 他一定要非常的漂亮 然後在親切中 非常親切 因為平常對待客人 可是又要帶著一點點 你不知道的那個冷漠 也許是因為他在訓練 這些被小孩子的東西 所以他必須是一個有反差的角色 老闆娘就這樣出現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林梅 林梅就是 他是一個外來者 他必須跟殺手在這故事裡面 他們兩個 雖然是如此不一樣的背景 但有一點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 他是一個是 被老闆娘控制的小男孩 沒有接觸過這個市民 他對這個社會 他也是個外來者 這個阿姑呢 他不是來自於本地 他可能 他是來自於湖南山 他是個外地人 躲到這邊來 他在這邊 本來想要離開 結果他離不開 他欠錢 他賭博 他欠錢 就是他就一直在這個地方 他也是一個想要逃離的一個外來者 所以這兩個外來者 混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走向這一路 互相 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互相找到彼此的救贖 所以是這樣出現 所以這樣出現這個 阿姑 出現這個 林梅這個角色的時候 他不是出軌啦 其實他也是一個 鏡子在 反映青年階一號 對啊 然後在故事裡面 他是滿好玩的 就是他是一個 有點神經質神經質的神婆 我們叫他神婆 對 我想像中本來 就是我常常開一個玩笑 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做一些甜調 就是看 台灣的神婆 我覺得最接近 我們這個阿姑的角色是 算是原住民朋友 阿立祖 就是一個女 一個女生 她可以跟神靈通話 是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比較沒有靈媒 我們就是在廟裡面 國外有靈媒 就是她可以直接通靈 台灣好像 傳統信仰裡面 沒有靈媒這個東西 對 那阿立祖是最接近的 就是一個可以跟神靈通話 或是跟異界通話的一個 一個女人 一個中介者 一個女人 要是女生這樣子 對啊 他的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永遠都不知道這個人 是不是在騙你 因為他欠錢 所以他有時候可能他看不到過 也有時候看得到 你是不太知道 他是不是在跟你講真話 對啊 這些角色 事實上你是有做過了 田野調查的 是啊 他都有一些原型 對啊 那我喜歡的事情就是 就是把比如說像小說裡面的人物 我們拿來之後 我們再重新改造 對 然後比如說殺手的角色 你可以想像很多電影的殺手 就是他有非常多的參考的範本 對 但結果你在螢幕上面看到殺手 是非常不一樣的 他不是那種 他不是李連結 對不對 到最後是變成李中版本的殺手 應該說變成張孝全版本的殺手 一旦結合張孝全之後 他就有他自己的特色成本 了解 所以他又幫阿菇這個角色 加入他自己的詮釋 就要特別特別的嫵媚 嗯 就變成其實是整個電影的 有點像是一個後面的推力 嗯 就是隨常的困境 就是跟女人的困境 嗯 他對這個男人的關係 好像是 這個男人是他自己的手下 對 他其實他對他有一點點情愫 對 對 那這個男人也知道這個感覺 可是他是個男孩子 他沒有長大 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關係 的一個困惑 對 尤其在這個張力 他們的角色張力就產生了 嗯 老演是怎麼樣選角的 怎麼樣找到你心目當中演殺手 最適合演殺手 最適合演老伴娘 跟最適合演仙姑的角色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就非常實際的一個問題 就是殺手 因為他是個 畢竟我們的電影 還是有非常多動作元素 嗯 那我需要一個是 這個演員他可以演文系 文系要很好 因為我們的劇本 大量的文系嘛 對 但五系他可以打 嗯 這樣我才不會NG太多次 節省拍攝時間 是 那其實你想一想 因為孝全我算是認識 之前有合作過 那我知道他自己就在練拳 嗯 他本來就會打 因為他 只是他太會演文系 所以大家都想要演文系 了解 對 所以他之前的作品都是比較偏 沉默的壓抑 但是文系非常好 所以孝全是第一個 就想到清田皆義好 那從孝全再出發 去搭配他這些 呃 老闆娘阿姑 跟那個靈媒 靈香的時候 就是 去搭配他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因為必須看起來 在視覺上面 是 是有互補 或者是match的效用嘛 嗯 對啊 那老闆娘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 就是我希望找一個非常 漂亮 要神秘感 對 然後 可是 有時候你又摸不透這個 女人在想什麼 對啊 那台灣放眼望去 能夠 當孝全的阿姑 就是在他這個年齡層裡面的 也沒有幾個選擇 然後戲又還不錯 嗯 然後可是又不希望 他太 就是 我都希望有點翻轉 所以我不希望他太就是演過這種角色 嗯 最好是以前都沒有演過 類似這樣的角色 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從來沒有嘗試過的 那這個人選就更少了 所以 所以他就是在那時候想到的 嗯 後來是證明 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人選 就是 對啊 因為他給了我很多是屬於 在現場 我們就蠻驚訝說 原來阿姑是這個樣子 是可以這樣子來呈現的 對可以這樣子來 那仙姑呢 仙姑就是剛剛講外來者嘛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考慮過香港的演員 香港的 就是這個年紀的年輕演員 也是一樣需要 因為仙姑有個難題就是 因為在故事裡面 他的通靈方式就是被通靈 所以他要被附身嘛 嗯 所以其實他一個人要演大概四個 好幾個角色 好幾個角色 四個角色 所以這個 這個開始其實是五個角色 對 那這 就必須能夠處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他可能是必須專業演員 對 那專業演員就是 那時候我們 也是 其實這個 這個角色是我們找最久的 因為 這個年紀女演員很多 嗯 可是 試了很多我們都不是很滿意 後來有一天就是 因為我們在前置的同時間 軍中樂園 他們剛好也殺青了 他們也是在準備後期 豆哥是我長輩 然後所以那時候 豆哥就 牛神哲導演就 說 其實他的那個妮妮 女主角萬遷 她非常會演 可是我看妮妮 因為我看過軍中樂園說 可是妮妮在裡面是個 非常溫柔婉約的 對 我也蠻難想像說 這個仙姑是一個神經神婆 整天在那邊聲音很大 尖叫亂跑 那個她可以嗎 然後 牛神哲導演說 她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她就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演員 所以 就是這樣找萬遷 結果她一來一試 哇就是 真的很厲害 角色這個演員跟角色 然後她的中間真是有一個很大的twist 是大家意料不到的 對 所以導演你給他們 個別有什麼樣子的挑戰 能夠符合到這個角色 來演好這個角色嗎 因為我新導演 我也沒有說多懂這個東西 我等於是一開始就跟他們講說 就是 他們三位都比我有經驗 應該說我們現場 大家都比我有經驗 所以 所以我反而沒有什麼包袱 我就覺得說 既然大家來拍片 就是第一件事要開心 要玩得很開心 這個劇本就是一個 已經是一個喜劇 你如果不開心 劇本不開心 你玩得不開心 效果也不會很好 對 所以其實像 本來孝全營 其實在文本上面的孝全 除了怕鬼這件事情 他某部分其實還蠻接近 一般殺手的想像 就是冷酷冷血帥 然後很會打架 可是孝全營他就說 這個東西 他失魂就演過了 或是他其他都說 他想要挑戰不一樣的 對我想要說導演 你不要 就是你真的不會要叫我 在演這樣的東西嗎 我說 我本來想像中 這樣子也沒有什麼不對 你就殺手 可是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覺得怕鬼這件事情 不應該只是 故事的這個元素 他應該是在我的角色裡面 我就是一個很神經質 很容易害怕 其實很膽小 所以要透過殺人這件事情 來掩飾我自己的 內心的脆弱 所以他隨時都在處於 一種很緊張的狀態 他有點神經質 所以他的表演就變成 是有點瘋狂 就是他被嚇到 嚇到還會像女人一樣尖叫 這個東西是有一點 他那時候在演出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E-Action的時候 他們常常會急性 然後他在螢幕前面尖叫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嚇到 蛤? 你還裝上去 你可以叫這麼大聲 對 然後萬倩就比較簡單 因為他 他本人完全跟這個 他本人是 當然比較像妮妮 比較有氣質 比較不像這個神婆 比較不像這個神婆角色 對比較不像神婆 但是他很敬業 他說也是可以 從他自己的個性去提出來 但是他要一人分世多角 分世多角 而且他又要再學台語對不對 對 因為這完全不是他曾經掌握過的角色 對完全 台語是他 每次我們在聊就是他 台語這場戲後來就是 其實很簡單的一場戲 就是他的開場 可是結果變成是他最難的一場戲 因為那個台語 要花時間去背 然後咬字什麼 這就是另外學一個語言 然後你又要帶戲 又要帶情緒 對啊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對他來講 是有困難的 那在揣摩這些角色的過程 其實有幽密有一段時間是演員訓練 他就是會 我們就是有點像肢體訓練 就是把他不需要模仿的演員 就那幾個鬼 高夢傑 高夢傑大哥 然後那個老婆婆老媽媽 然後Peggy 曾沛羽 我們就在一起 在一個舞蹈教室裡面 然後我們從最基本的東西開始 就是走路 你要變成男人的時候 走路是最難的 因為一個人一走路就露顯 你怎麼演一走路就是你自己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演一個男人 你要演高夢傑 你就看高夢傑走路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就只是走路 有時候就走一個小 就是他跟在後面 就高夢傑走 他走 然後就高夢傑換動作 然後他就有點像玩 什麼就是 不是一二三木頭人 就是模仿對方的動作 就是禁止練習 就是跟在後面 這個東西就比較是技術面 就是練習這個東西 然後對白什麼情緒就簡單 因為那東西就是他是演員 所以他 他只要能夠語氣什麼 到了就可以 那高夢傑 因為他在自己的角色裡面 他有設計一些動作 一些細節 比如說他 就是他很興奮的時候 他會咬舌頭 對 因為他說他小時候 就是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他有個老師 小學老師 每次在打同學的時候都很興奮 這是非常不好的示範 他就咬他自己的舌頭 所以有這個東西之後 萬千就說 那我可以咬我自己的舌頭 那你就會覺得 他是在進入這個角色這樣 對啊 隨唐的話 其實他以前也都沒有嘗試過武打戲 對不對 對啊 可是他這個 因為隨唐算是模特兒出身嘛 手長腳長的人打起來特別好看 然後常常就是手太長 所以練習的時候 一拳揮過來 你就哇 你明明看起來那麼遠 怎麼拳頭就贏到鼻子了這樣 是 他其實 他私下是一個很 真的是很好的 就是 是很好的女孩子 他演一個這麼兇的那個 他其實也是經過一番掙扎這樣 就是我們討論過的就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你的很好 就當作是 你本來就看起來 還是非常對每根都很親切 這個沒有關係這樣子 因為骨子裡很壞的人 你不見得是 表面你看起來很壞 所以你就維持那個狀態 那後來隨唐 又幫阿菇這個角色 加入他自己的詮釋 就特別特別的嫵媚 特別特別的吸引力 尤其是對孝全 你就看到就是 本來其實在故事裡面 孝全跟他的角色 在文本上面他沒有這麼的 有這麼一種男女的張力 可是當他們兩個 開始對戲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這個東西 就很有趣 那後來這東西就 就變成 其實是整個電影的 有點像是一個後面的推力 就是隨唐的困境 就是個女人的困境 他對這個男人的關係 好像是 這個男人是他自己的手下 所以他其實 他對他有一點點情愫 對 那這個男人也知道這個感覺 可是他是個男孩子 他沒有長大 所以對他就像青少年 面對一個非常 有點像媽媽 可是有一點點像是 像是自己的情人的一個 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這個關係的一個困惑 對 尤其在這個張力 他們的角色張力就產生了 對 那這個東西是隨唐 他帶進來的 這個在劇本上 是沒有這樣的設計 看到他演出才發現 其實可以這樣子玩 非常的有魅力 我覺得善惡都在一念之間 就是 有時候會覺得 最大的邪惡 其實是在很微小的地方 就是你看我們的故事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所做的那些 他願意殺一個人 他為的原因都非常非常的渺小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其實是 不管是現代社會 我們其實要感受到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屬於一個人性的惡意這樣 但行善也是在一念之間 電影始作的部分 因為其實在動作武打 在飾效 音效的部分都很到位 所以是怎麼樣磨到位的 其實應該說我們團隊都 因為那時候我們攝影也非常的 非常的棒 然後我們那時候參考的一些 一些顏色啊 電影啊 我們就有一個概念就是 在這個世界裡面 顏色是要很重的 然後我不希望我的電影 只有一種痛掉 因為常常你會看 有一些片子就是 它有一種痛 那我們這個電影 它就是 我希望它呈現 它加強在每一個環境裡面 原本的顏色 可是這樣它強到不太真實 但其實是 但是你再細看 它都是來自我們現場的元素 所以我們在視覺這方面 我們比如說打光 比如說你這邊 這個環境裡面 本來就有一盞小紅燈 它把它加一層紅紫 讓它更紅 然後它會放一個小小的LED 會轉會變色 其實一般對以前的觀念來講說 啊 你這樣子不聯繫 因為那個色彩就是 在臉裡面每次 我這個鏡頭回去的時候 它是藍色 再回來變綠色這樣 可是沒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它是一個有點瘋狂的故事 為什麼視覺上面 就不需要這麼的一致嘛 我覺得它可以有點 有點跳動 有點變化 所以就這樣的基本開始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每一場戲 我們單場戲的顏色 都很有趣 它代表每一場的一個氣氛 但它沒有一個連續 就是連續的整體 就是它不連續 就是你今天這場戲 在這個走廊裡面 是一個金色 可是你到那個 下面一場走廊 因為在永和 那個環境是一個 很熟悉的一個市區的交景 所以我們傳達市區夜景的感覺 它是一個深藍色 然後帶一點點金 就是像這種感覺 它對顏色的東西非常敏感 所以每次我們打燈都花很多時間 對 然後呂列監製就在現場 就會非常的擔心說 欸 導演怎麼還不開始拍 我說我們還在多加一層的燈子 還在前置 還在弄這個 對 還在弄這個 然後我們的聲音其實 音效其實是很有趣 其實我們的音效是郭哥 魏琪老師 他其實非常的 其實我們的音效 反而就沒有那麼風格化 音效非常以演員的戲為主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細節 那些就是一些聲響 比如說你在裡面聽到的垃圾車 或者是按電影的聲音 比如說有一場戲好 就是靈媒被殺手強迫說 找第一個受害者 他站在那個地方 他很不願意 他知道他按了這個門 你按下去 後面那個人就倒楣 可是那個人拿 下面一個拿把槍對著他 就是他非洲不可 於是他就按了 音下去之後 你就聽到那個聲音是 那個很傳統的聲音 可是他很心不甘情不願 很心願的 就用一個聲音去 搭配他 加強這個角色的情緒 那本來演員就有 心不甘情不願的情緒 我們讓那個聲音 去幫他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聲音的設計是 完全是 跟著演員的表演在打轉 那什麼時候該退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他反而 我覺得音效是 我很喜歡這塊 就是我們的音效其實 不太讓人家注意到 他退得很後面 可是你仔細聽到很多細節 對 存在還是有 非常主要的地位在 對 非常主要 你只會覺得說 哇 演員這邊情緒你很知道 可是其實他靠很多是 音效在後面 支撐的 那我們的武術其實是 就是 韓國的武術指導 漢 他是老男孩的武術指導 也是Manga的武術指導 所以 因為我之前是Manga的側拍 所以那時候 我就跟漢就認識 然後他跟烈姐非常非常的熟 所以是 烈姐講得很實際 就是說 因為韓國武術指導 一般我們請不請 但是因為是朋友 這個價錢非常好談 我們當然就找這個 韓國武術指導 所以他是 這個非常實際的考量 就是 因為這樣子 我們又認識 對啊 他也很願意就是說 我們幫你這麼一次這樣子 因為韓國他們很專業 他們就是 連替身他們都是去韓國 他就是我要去韓國挑 比如說 對 最後我想要請導演幫我們說 其實你想要借清田界一號 來談人性底層的善惡 對 對 談善惡這個東西 你想要呈現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善惡都在一念之間 就是 有時候會覺得 最大的邪惡其實是在很微小的地方 就是你看我們的故事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所做的那些 他願意殺一個人 他為的原因都非常非常的渺小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其實是 就是不管是現代社會 我們其實要感受到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屬於一個人性的惡意這樣 但行善也是在一念之間 有時候真的就是 那一瞬間的決定 對啊 我講一個故事 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個大家可以去戲院看啦 但是清田界一號 他在後面的決定 他的一個決定 是出自於善念 可是他導致一個 很爆炸性的後果 不見得是好事 對他自己不是 但他得到救贖了 那這件事情到底 是不是一件善的事情呢 他當下做的時候是善事啊 他做的那個決定 人的決定 都是真的就是在那一念之前 一念之間 善也是一念之間 所以導演會怎麼樣 推薦給觀眾看清田界一號呢 置物電影保證你坐下來 你都不會知道 從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 你都不會猜不到那個結局 你也猜不到下一分鐘 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我可以跟你保證 就大家進戲院去發現 進戲院去發現 然後我可以跟你保證 這會是一個很愉快的觀賞經驗 你會看得很開心 今天非常感謝李宗導演 幫我們分享 清田界一號 謝謝導演 謝謝 謝謝